在江湖中快乐 在江湖中长旗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青谈节目 我是胡玉清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盘旗 是首届中国自贸之杯 全国维持团体赛的一盘旗 是由我对于清泉六段 首届中国自贸之杯 全国维持团体赛是一项崭新的比赛 它的赛值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团体赛的比赛 由各省市为代表队 我所代表的上海队 在前三轮比赛中全取了9分 它是每一场比赛上6个人 然后如果3比3的话 按主将看主将 主将是拿2分 如果4比2或者5比1 甚至6比0的话 那就可以全取3分 在前三轮比赛中 我们和辽宁队是唯一的 唯一仅有的两支全胜的队伍 上海队是三战三胜 拿了9分 而辽宁队有一场是主将射 是8分 所以这盘旗的很大程度上 将决定了冠军的归属 那我们先进入到棋局中 云青球6 应该也说是我的一位老对手了 它的整体实力非常的强 对此很有想法 尤其前半盘 非常厉害 所以跟它下的时候 经常思路是前半盘 无论如何少亏一点 尽量顶住 因为它对前半盘 无论一些布局飞刀也好 甚至理解也好 都很有实力 这部大飞手脚 在AI时代稍微少见一点 而这部飞 是AI时代最最流行的一部棋 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提到 只要是拖鞋 白石如果无论是加级 黑石都会飞压 而白石飞 就是要把头抬起来 来对全局进行一些掌控 当然我也觉得 无需完全的迷信 或模仿AI的一些胜率 不能根据AI的胜率高 就选择它的下方 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个风格 自己对其的一个理解 就比如说33 AI其实是不认可的 每走一步33 胜率都会讲五个点左右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这胜负并不在这 尤其对人类其说 对我们业余其说来说 胜负根本不可能 在这里 还是要挑一些自己喜欢的下方 想下一些自己想下的棋 毕竟AI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而不是完全的一种迷信 就是比如说 我对这部33 我还是比较偏爱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实地 而对这部飞 我觉得很认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既兼顾实地 又有头 又与势的一个下方 这个黑旗有这个拆 拆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步棋 另外大飞手脚也是可以的 对于这部大飞手脚 应该比较常见的下方 有这部靠 再扳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方 沾 几年以前 这个下方 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 都有些匪夷所思 白旗这么下能行吗 但经过不断的 这一两年对骑的变化 和对骑认识的一个 不断的一个进步吧 反而是觉得 这里是白旗便宜了 白旗把黑旗 很好的局限在脚步 而对白旗的速度 都非常的快 这是靠的一个变化 我们今天这排旗 可以多花点时间 因为于清泉 确实是对布局 很有想法的一个骑手 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 在布局的一个研究上 同时黑旗 还有搬这个的一个下方 白旗反扳 一起吃 白旗长 转 白旗打吃 吃这个 这也是一个变化 白旗长 断吃 看上去白旗这里 惨不忍睹 接下来 就已经付出了这么多 感觉白旗崩了 接下来是白旗 比较得意的地方 白旗可以通过这里 作为补偿 下一手旗 白旗不能连扳 连扳的话 将招致黑旗的反击 这先是为 把朵花 这个损失太大 白旗尽管在这里 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 但这个图 但这个图多少有些得不偿失 白旗不能接受 在一般情况下是不难接受的 所以白旗要先打 黑旗这时也挺有点难受 黑旗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白旗再搬 粘 白旗走完以后 这将来黑旗脚上马上要补齐 就等于黑旗马上在这补齐 所以黑旗这只能先忍耐 提 打吃 粘 来去吃 这也形成了一个新变化吧 就等于是一个 现代的维持定式 AI定式 所以现在自从AI诞生以后 随着AI的一些推荐 一些下法 而也随着人类的一个学习 和自己的一个体会 形成了一些崭新的变化 就指个最简单的例子 以前维持定式大权 被我们封为 维持密集的一本宝典吧 当时应该说是 我们所学习的时候 所有其时候都在学习的这一本书 现在几乎95%以上 定式就被淘汰了 而且崭新的AI的一些变化 成为现在的一些流行的定式 所以这部不靠 大飞后靠 就是一个常见的变化 但我个人并不是喜欢 这种局面下马上靠 而我对这个点33 同样也是AI推崇的一个下法 更为喜欢一点吧 实际上我就选择点 这个点33 接下来这个局面下 这部B的价值也非常大 还有这个加 全局大的地方 比比皆是 大家完全可以根据 自己其封进行一个选择 可能对于AI来说 他给你一个推荐说 这部起可能白球53% 这部起52 这部起51 这个50 其实 这都是举个例子 其实我觉得50到53 甚至在10个点以内 我觉得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大家都完全可以根据 自己也喜欢做一个选择 这个点33应该说是 AI带给人类最大的一个变化 围绕着这里 产生了无数种新的变化 实际上 他一直选择了这部长 这也是同时还有这个斑 飞 这三个下方 出现了真正叫成千上万种变化 在这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 我们轻易维持研究会 之前我们出了一本书 叫做龙战于野 超级星期四研究会报告 为什么这么说 在这部写的过程中 这其实是先介绍来研究会 研究社会会是我们一群上海的 一些职业骑手和业余高手组成的 对一些新变化进行研究 随后我们大概用了 四到五期 每期三个小时时间来研究这些点33的变化 当我们自以为研究的很透彻 然后有一名骑手 著名的业余高手 王称七段和何天宁六段 来执笔来写这个报告 当何天宁是负责写点33这个变化 他把我们五期的变化写了八十多页 写下来特别有成就感 这当把那个初稿已经交给我的时候 我正在审稿的时候 孤子豪和联校下出了一盘新的实战 这部又下出一部新手 这部新手直接导致他几乎重写了五十页左右 这当他努力的把这五十页全部写 第二次把稿交给我的时候 米玉庭又下出著名的米式飞刀 又有了大量的变化的更新 这个变化的数量级可能又是四十五十页 而且花的时间 尤其大家再研究再通过AI的一个辅助吧 大家新的一个变化又是非常非常发生 所以点三三这个变化 就是这一个变化 大家就有成千上万种 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崭新的一个世界吧 这就是AI给人类带来的一种最好的一个缩影吧 带来的一个棋的变化 棋的进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缩影 当然这也是棋手的乐趣也在这里 通过不断的研究来提高棋意 这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棋手的使命吧 我们回到棋盘 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点三三的一个变化 最简单的最早的 被认为 我们按照最传统的理念 点三三布局的时候 点三三肯定是吃亏的 我们最早的一个定式是这样 大家肯定是非常了解 白棋取实地 黑棋取外式 在布局的时候 白棋只拿了石木棋的实地 而黑棋取的雄壮的外式 按照传统的理论上讲 这个白棋完全不能这么下 但AI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省去的这个斑瞻 然后他选择多爬一下 然后在这分头一个 在这个或这个分头一个 就假设在这一带吧 然后加来四肌在这点一下 然后一起粘住 他的一个理解是怎么样 你尽管你先手站到了脚 当你是你的先手脚 你站了你的脚 那随后我通过点三三 先手取得你的实地 但我并不认为你这是后世 你只是一串没有木树 且子力低下有可能被我攻击的一个 一道皮 他就是他的一个AI的一个说法 当然之后是成为后世来利用 还是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这完全取决于后面的下发 比如说黑系如果走这个 白系将来如果点到一下的话 再跳一个 如果做拖鞋再跳一会 那这一串旗确实会被成为攻击的对象 而且子效很低 白纸得了实地 尽管没多少木树也实木旗 况且是你的先手脚 我拿了实木旗 然后通过对你的攻击 我都走在外面 你都走在夹缝中 这个图黑系不能忍受 但黑系如果通过这样反攻 我这块BG也很厚 对吧 一拍子一个断电都没有 你被我攻击起来 这我就又通过 走成这样的话 我又这些成为后世 所以是 后世还估奇 就是通过后世不断的一个变化过程中 AI的强大就强大在这里 他很多的时候 他对这种视于地 后卫的一种转化和利用都非常的强 而人类正是最好的一个学校 他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这里 然后我们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些变化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斑 长这个是最简单的 但现在下的人却最少 因为都不认为这黑系更难掌控一点 这个连斑也是有 连斑是一个取实地的一个下法 但连斑 黑系选择连斑的一个场合 最好是这里白旗这里价值比较小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个 可以 比如说这样一个旗形 那选择一个连斑 那很舒服 白旗这朵花正好对着黑旗的铁头不发挥 黑旗这个铁头正好限制了白旗这朵花 但如果白旗是这样一个手脚的一个局面 那这个被白旗贴起来以后 白旗成就立体感 或者就是像我们右上角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白旗贴起来这里价值非常大 所以即使是白旗空脚这一带的宽广的程度 所以黑旗也不易选择连斑 那黑旗可以现在更多的是两个下法 一个是飞这个 飞这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风险 就是基于您对变化这里后世的一个变化理解 这里面充满着飞刀 应该我觉得最近远远超过了大鞋 我们以前叫大鞋千变也好 大鞋万变也好 甚至大雪崩 甚至春正妖刀 这些变化都被认为极度复杂 但自从出现了这个变化以后 以前这些变化都简单 就并不是那么的难了 因为这个变化实在过于复杂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吧 冲 然后 走 断 断上面断下面都有 然后长 这个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但最近下的人渐渐少了 当时我们在写那本书的时候 就这个变化是最流行的时候 然后白石再打吃这个 随着黑池走这个 白石再虎或者走这个 虎这个 这里面的变化非常复杂 随后打吃着贴 贴有白石走这个 黑石可以打吃连斑 有一个气质的变化 另外同时黑石这时也可以打吃这个 再飞这个 白石冲 白石如果简单点提的话 这牌大致相当 但白石经常会冲出来 这里后面的变化又是非常复杂 黑石如果这样被冲到一下 应该说是白石便宜 但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这个变化特别特别的复杂 白石接下来又搬这个和走这个 这我觉得就是 对于普通的业余维基爱好者来说 没有必要就是去对这会变化研究那么深 那么透彻 因为这个是职业骑手 我觉得都没有完全的 很少 有很少 就少量的职业骑手 可能完全搞清这点变化 绝大多数职业骑手 都不一定能搞清楚这个变化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大家就知道 这个拖 以后白石如果冲的话 大致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吧 吃这个 走针 提 走 白石一手是照不死黑石的 黑石因为有团的一个下法 白石可以走先压 压黑石也有团 这里面就是设计了大量的计算和变化 我们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完全展开了 另外白石又长这个的下法 黑石还可以再爬一下 白石加的时候 黑石加 再拐 这会形成一个气子的一个变化 跟外面这个子里有关系 所以这部拖以后 尤其是断这个变化 建议大家都谨慎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这个骑的时候 就开玩笑 说这部黑石这部飞 是充满挑衅的一手 而白石这部拖是更为挑衅 因为双方都有避开的必要 其实黑石这部飞的言下之意是 这里面变化 我搞得清 我有研究 你愿意来你就来吧 而白石这部不干事的拖 意思就是 我也知道你搞得清 但我更有研究 那么就比一比吧 很有可能会下出 几十手 甚至上百手的一个变化 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这个之后的一些演变 断这里一个变化 我们就讲非常复杂 但现在下的人确实少了 我的理解是 大家都可能对这手机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太多的一个把握 因为接下来涉及的变化 非常非常多 所以走这个会形成 怎么样的局面 大家都很难掌握 于是改了这个断 断这个 但殊不知断完这个以后的变化 同样非常复杂 最早的时候 是这么下的 白起斑 黑蜜吃这个也有 吃这个白起一粒 甚至白起也有打吃这个的下法 也有这么下的 黑子拐吃也有 然后黑子斑 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起飞 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转换 这应该大致两分吧 另外一个白起也可以选择 白起斑粘 这接下来黑子跳白起还能断 局部这个白起不怕 走这个的话 白起有可能会吃出来 局部 所以黑起接间有了一个改进 黑起做的一个改进是跳这个 他如果吃这个明显过分 因为你走这个 或者沾上都有 就算跳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变化 黑起补一个 局部加来这是没有起 黑起走这个白起一路立的好手 黑起搬白起小街 就局部黑起死的一点起都没有 这形成一个基本的一个两分定势吧 黑起沾也可以跳一个就是沾吧 这样的话 基本形成一个两分定势 黑起得外是白起得是地 差不多 但我觉得在起手人类的起手里面 喜欢白起的人更多一点 接下来比较复杂的事情发生了 黑起出现这部斑 这部次的出现以后 就大大导致了一个复杂性 白起只能虎 黑起 黑起先慢点走这个 白起沾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 黑起虎这个 黑起托 白起托 随便把其连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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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压一下 白起可以再连压 随便把其吃 黑起点 这也是一个出现过的变化 随后白起在这搬沾 我把它先立一下 这个图里面是一个双火 这个图里面是一个双火 这个是个大致差不多 白起的搬沾 白起的歇手双火 但当时就说米是飞到米玉亭 也是一名实力非常强 同时非常刻苦的一个骑手吧 他对AI研究非常的透彻 他进行了一个改进 实际上他是加 他先点 他把这个字给弃了 然后再加一下 白起立 然后拖先 或者再走这 这个局部里面 他电脑是一直认为 黑起是要补齐 认为黑起如果要补齐的话 电脑违约弱点就计算比较差 大家通过补齐的话 这个图黑起不行 但米亭通过认为 他对自己一个研究 包括一个下法 这个局部就以他的名字 命名为米是飞刀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局部的并没有 黑起并不着急补齐 将来只是一个缓一气节 对黑起有利的缓一气节 但其实这样的话 白起从局部来讲 白起白的花并无不满 况且还有这之类的 靠之类的一个下法 就将来白起来又断 可以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下法 大家可以适当的了解一下 有了一个 那将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缓一气节 黑起就想沾上 我沾这个 是一个缓一气节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这个节词对于白起来说 同样也是非常重 对白起来说是个无忧节 但黑起也绝不会马上就补 这个节词对于缓一气和缓二之间 将来白起要开上去 确实也需要勇气 要打这个或者打这个 万一结输的话也是惨不忍睹 所以在这个局部 黑起如果也不太可先损 这先损一下确实也很厉害 在这个局部双方都是很难下 很难转握 此外在这个局部 后面还有更厉害的一个下法 就是飞这个 在这个局部黑起先飞这个 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烦的一个下法 白起断 再一断 随后黑起走 白起是持 如果被黑是争自有力的话 黑起更可以满一点 大家可能听到这已经觉得有点晕了 因为这个局部下还有这个下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走这个 貌似大头鬼 但黑起有铺一个的好手 这铺是一个鬼手 如果单走这个的话 白起就吃 提 这里没有的情况下 这里会被长气 这个白起就把黑的给吃了 白起团一下 铺一个的话 只是让白起自撞一起 跟这里的变化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一带的变化非常非常复杂 大家我觉得 作为爱好者来说 作为普通的业余骑手来说 我觉得只需要大概了解一下 这里面变化复杂 一些趣味吧 就感受一些这里面的研究的一些趣味就好 无需要去搞得特别清楚 但如果对于职业骑手来说 尤其顶尖高手来说 这是他们的必修课吧 对这里的变化 所以花出了很大的心血 而因此我们那本书 其实写完以后 其实我告诉他们说 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把这些变化 写得准确无误 几乎是所有 因为进步水的 骑的进步实在太快 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和进步 我们一定要赶上这个时间潮流 或者赶上这个节点 很难 要对于出书 而不是电子媒体的话 角度讲是很难的 我们尽可能记录这一个变化历程 其实我们怎么通过自己的一个心情努力 一些包括呕心沥血吧 每一步退进把这个记录下来 本来就很有意思 而且毕竟是这些变化 如果能记载下来 至少已经是相比以前的一个定时 已经进步了一大块 而无需要做到尽善尽美 所以我对业余骑手的大多数 绝对都是爱好者而已 也是这样一个 我们只要理会一下这里的快乐 而并不是一定要强调 这里我们要下得精确无误 这个因为太难了 点33 时尚黑骑就选择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变化 长 长之后 其实白骑有多种选择 一个是跳 跳是要在一个针子有力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这两个子的话 跳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但如果现在针子不力被冲了一段 这个白骑有点亏 针子不力的情况下有点难受 而如果针子有力的情况下 黑骑只能压 白骑小接 黑骑如果接下来飞的话 白骑就脱鲜了 而黑骑挤的话 白骑不肯粘这个 粘这个黑骑长 白骑马上要爬 白骑要翻打 黑骑走这个 白骑提 这基本上形成又一个新的定势 将来脚上白骑有这种借用 这几下借用还是很舒服的 白骑再一跳 几乎就形成了一个包围网 尽管有点薄 但都是鲜手便宜 这个电脑肯定认为白骑不错 但人类基本上觉得两分 喜欢白骑的稍多一点 黑骑如果挤白骑粘的话 那这两手机明显鲜手便宜 黑骑又脱鲜了 而如果黑骑飞 再挤的话 白骑不可能粘这个 粘这个 就等于挤完以后 去尝了一个并不着急的 这里尽管很微妙 但确实也值得大家稀稀体会 这样的话 将来黑骑冲了 打吃 这里有一个鲜手便宜 但如果粘的话 这个鲜手便宜就没有了 这也是这一带比较巧妙的地方 但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是白骑针子一定要有力 才能跳 针子不力跳 被黑骑冲断 黑骑还是很厚实的 实际上黑骑有挂掉这个字 白骑针子是不力的 白骑接下就两个选择 一个爬一个飞 区别在哪呢 飞走 黑骑如果搬的话 等于将来定型手段 其实两者都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走有了靠了断 形成一个基本的定式 吃这个或者白骑吃这个也有 再飞 针子有力 黑骑针 针子不力飞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变化 这个看上去是一样的 爬了走 这个黑骑也能扳了断 黑骑也能扳了断 这个也能靠了断 但区别在一个是白骑飞完以后脱先 白骑下一手是小肩 而这个爬完以后 白骑是打了力 我更喜欢这个骑形 我觉得这个白骑的形状 更为饱满一点 实地也更好一点 尤其这个力 对于黑骑将来这里的工房 这一代的工房 还是差别挺大的 所以我实际上选择走这个 但 付出代价黑骑是不肯走着 黑骑在走着这个 这又是一个比较新的变化 实际上就行 反正这样 有点还原于刚才那个跳的定式 但跳的黑骑挤白骑会打 而实际上白骑选择粘 实际上是形成了粘 爬 下成这样的话 按照以前的骑的理论 这两子头是绝对不能被搬的 而现在由于通过跟AI的一个学习以后 觉得这个绝对不能再长了 再长就太缓了 黑骑肯定要拖欠他的抢大厂 白骑如果现在搬也没什么意思 黑骑就跟着反搬就好 白骑往这如果贴一排 这几下走几个交换你真的便宜吗 即使很难说这黑骑将来随便走一个 有可能就已经完全实地化了 另外白骑搬的时候 黑骑有可能还可以继续拖欠他的头 比如说跳一个继续攻击或拆一个都可以 这步搬就显得不那么要紧了 所以这也是骑的一个进步吧 明显的一个改变 这一两年其实我觉得围骑的一个理念啊 正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搬走这个 一直跳 按以前我都是这骑绝对是考虑坚顶 坚顶死的 但现在因为AI以后这部飞也是AI推荐的一手 因为坚顶他认为这骑子效并不高 黑骑将来搬了一飞 有点难受 而走这个更考虑于全局 这也是AI比较喜欢的一手棋 下一手棋也充分反映了余青拳一个特长 天马行空的一手 走这个 当时我是觉得这骑它并不好下 往这走一个的话 我就往这扔一个 这骑黑骑也挺难掌握的 毕竟白骑这两个都是比较实地 而且这个33也是比较实地化 而黑骑走这个的话 白骑一打入这骑并不好攻 黑骑太虚了 实际上这手棋它就是 希望虚与实的一个结合 就我两块要围一块 你先进哪一块 如果你进来的话 我可能就这里攻击一下 行之一到后始 这里自然成空 同样道理 如果你往这走的话 我希望通过攻击你这个 这里自然成空 这手棋我觉得从本身来讲 难论好坏 关键还是一种思路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种 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这手棋悬点可以考虑这里 就侧重点 实际上更侧重于 对这款骑的攻击 这手飞 应该说是也是同样 是贯彻这部骑的思路 强调对这几个字的一个威胁吧 但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堂堂真正走这个 黑石往这走其实白石不怕 因为白石这里有先手 黑石如果搬的话 这白石很容易疼摸 这个并不怕 黑石估计会从这里再走一个 白石顺时往这跳一个 同时也瞄着进去 这其实肯定不能让黑石完全 很自然的实地化 肯定要想一点办法 实际上走这一手 这一手好感觉 一方面继续对这两个子施压 另一方面圆住这一块 更重要的是 远远的想把这块去实地化 希望将来我怎么样 通过这里攻击 是不是自然的把这块去成空 我将来只要空里 让你少或者小活一点都可以 只要不让白石连根打掉 这个黑石这里的紫效 就是非常高的 活一个小角都是可以接受的 白石断 当时下棋的时候 感觉黑石如果走这个白石不怕 白石长 黑石贴 随后在这一带 考虑在这一带打入 这一几下白石还是有收获的 黑石尽管这里肌膀实地化 但将来白石就有小尖穿 同样白石这三手棋收获也非常大 所以让黑石打吃 走这个 接下来这一手棋我稍微有些吃惊 有点过于简单了 黑石还是想尝出来 我觉得可以考虑先往这里攻一下 甚至先往这攻击一下 再搬一下 这手直接卖掉还是不太可 卖掉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本身这个 这里的价值 这两手棋价值本身就非常大 实际上黑石把这两下锁了 白石更厚实了 白石肯定比这个要更好一点 那从总体来看 这个结果应该说是白石还是挺满意的 黑石震 黑石觉得就是把这里看清 它是觉得重点还在这里 飞刺 沾 实际上这一手棋有点随手 当下的时候觉得黑石很难受 想问一下黑石 你是到底是选择这里整体攻 还是被我保持着一个下来的可能性 无论黑石走正儿还是小街 下来的可能性 让我对你这款机去攻击 因为白石这里厚了 白石很想对这款机有所图谋 有所想法 实际上黑石 但黑石走完以后 我就觉得有些后悔 被黑石尖一个以后 这个字的活力丧失了很多 其实白石这时候我觉得可以靠 靠一下什么走一个 稍微走两手棋以后在这跳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下法 还是把这块 其实能连根活出来肯定更好 当时觉得这里如果活的话 又有点担心这里 所以这一带都是大家都特别难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是现在维持的一个变化吧 在几十年前 就像上世纪1988年的时候 武功证书全摄时期说 大家都特别喜欢大模样 所谓围棋的时尚和潮流 都永远都是跟着最强的棋手的 从最早的武功证书 到后面小林光一 到聂伟平 曹勋玄 李昌浩 李士时 柯杰 所有当时引力的潮流 都是根据最强棋手的一种潮流 最强棋手的一种棋风 而现在无疑是AI时代 大家都跟着AI学棋 而在武功时代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喜欢大模样 觉得大模样很壮观 棋也有很具有观赏性 胜率又高 但随着后面大家觉得大模样很难掌握 尤其大天幕以后 白棋的各种下法 大家对棋的理解又不一样 就间间不怕大模样 觉得下大模样 心里特别虚 特别不踏实 很难掌控 大家更喜欢实地派的一个下法 而现在棋又进入到一种 比较崭新的一个时代吧 大家又喜欢实地 AI其实很重视实地 同时又喜欢把棋下在外边 而这盘棋就是一个 特别讲究一种 事于地的均衡吧 这盘棋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大家就是在布局时代 很多时候就是一种 一种想法 就是自由自在下在棋盘上 然后就比的 就是后半盘 事于地的一种转换 一种一种掌控吧 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棋盘上 这部棋走完以后 白棋 这一代活力顿减 那白棋肯定要往上边想办法 上边其实悬点很难 如果往这一代走的话 黑棋跟着拆个一 这一代就基本上 黑棋脚上就基本上实地化 如果走这个的话 又担心黑棋加一加 放弃脚上实地 把这一块全实地化 更关键是 黑棋如果能抢到现在 往这一阵 如果这几个子都没有起 无极二中的话 那这盘棋快完了 实际上没办法 走完以后 发现还是要往这里动点脑筋 黑棋长 不给白棋借用 那白棋这时 走这个 说实话 我这时候也不知道 也没有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看清楚多少变化 走这个 再掉一个 这是从一个思路上讲 白棋作为白棋来讲 总是想让黑棋 又想吃又觉得不好吃 如果围的话肯定不够 但如果让对手没手 其实都一秒钟感觉什么 这我这一阵就死了 那肯定这个悬点有问题 这是其实悬点 我主要围了这两个 走这个的话 我估计它会拆一 或者就尖一个 都有可能 但我走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更狠一点 走这个 白棋一飞 隐隐隐隐隐 有点眼形 实际上 最主要黑棋肯定会走这个 不走的话 白棋跳一个 这基本上就成活了 黑棋走完这个 白棋飞一下 是特别舒服的一手机 黑棋如果爬 白棋长了一靠 这基本上就有个出头 实际上黑棋尖 不愿意给这里借用 非常狠 其实下到这 应该依然是双方没有 都没有把握的一盘棋 就难言优劣的局面 关键还是怎么样 把这块棋整合在一块 这个交换子说以后 第一个白棋局部 这里几乎有点眼形 比如说将来靠一个 或小尖一个 都是有点眼形 第二阵营也有一个连线 尽管非常薄 但总有一个线路 第三阵有一个靠 但其实你了 现在是怎么样整合起来 怎么样走出来 基本上走了这里 这里的变化就都没了 所以白棋先在这里定型 先冲 想把这里定型完了 再往这里出头 退 一起跳 这里 鱼青泉应该说是 这里一带下的都非常的狠 白棋如果继续想贪恋 这四个子的话 那黑棋这里 这白棋太苦了 这小尖 这要连回家 这里就可以 就发现白棋问题所在 这连回家太遥远 而且白棋太薄太薄 几乎先把这个断链补上 然后连上这 保证这里不出毛病的情况下 还从这出头 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只能记 贴 继续制造头绪 一起顶 白棋挡下 实际上黑棋这部粒小有问题 我觉得黑棋这时 还是应该大局为重 把这个给吃了 这个子的价值非常的大 无用程木树厚薄 白棋挡只能走这个 黑就继续的围 就在跳 白棋挡只能把这块是活了 黑把这也吃了 这黑棋收获还是非常大 至少这期黑棋局面绝对不差 实际上黑棋这个粒 是防走这个白棋可以搬过 这我们可以看 甚至挤一下再搬过 这是可以 甚至搬了一段 这就可以了 这部棋过于贪恋实地 被白棋一沾以后 黑棋发现问题了 黑棋很难受 我白棋先跳了一下 黑棋如果继续想这么攻的话 在这里攻击的话 一旦被白棋这一单 那就不可同仁而语 跟刚才那也完全不一样 无论眼形和那个眼形和出头 这基本上白棋已经是个活形了 走这个的话白棋搬 这黑棋很难再维持继续的攻势 黑实际上只能先分段 这招写下的狠狠 白棋如果沾的话 这黑棋挖断 这白棋连不上两块棋都要跑 肯定不行 但沾完以后 白棋有个特别浮力的地方 就是可以先在这贴一下 这贴一下感觉就贴掉十多木棋 黑棋不能走 黑棋走这没有意义 白棋走这有黑棋 一个卡一个断 AB两点建合 卡的话白棋一断 白棋一打吃 这肯定就连不上了 所以黑棋这个局面只能沾这个 那白棋留了一个后门 白棋不一定着急走 但至少一半已经回家了 这个说也是白棋这部沾以后 留下的战利品吧 兑现了这个以后 白棋整块就已经清了 甚至这六个子气了都没问题 白棋先把这里先走一个 再靠 黑棋这是不能蛮干 黑棋如果这样直接冲着蛮干的话 这个战斗显然不利 白棋就算挖 两个挖做结或者挖了沾上 挖了无论鼓的做结还沾上 黑棋都不太行 黑棋冷静 黑棋冷静先先吃了 先把这里的余味弄干净 你要跑我就先把你这吃了 将来我还可以尝出来 另外一方面 如果这吃了白棋肯定得搬过 白实在在这 继续给黑棋制造困难 其实制孤棋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就是要尽量找对手弱点 如果单纯跑自己的孤棋 那这棋肯定越下越困难很被动 一定要找对手弱点借进行棋 这超完以后黑棋也发现不好硬 如果我这么吃的话 如果黑棋坚持要下的步步为营的话 那这个白棋收获太明显了 黑棋只吃这么一点的话 这肯定不够 白棋把这抢了 黑棋再尝 整体攻击 白吃 管 由于黑棋这一手棋的不当以后 就是白棋渐渐占据了一定的上风 但也只是好下一点 离胜利肯定还很遥远 尤其在这一块其实是孤棟还没有看清的时间 白棋跳 作为出头来说 这样白棋能出头 应该来说还是很顺畅的 但白棋这棋也千万不能松 就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 第一个白棋是可以考虑搬 第二个是跳 跳是比较稳妥的下方 但跳跟搬 如果白棋能搬到这一下 黑棋退浪 白棋再虎 和这个土比相差很多 将来这一黑棋有几 打吃 即使不跑 这几下就已经很舒服了 这几下就已经很舒服了 就算白棋尝一个吧 这下就跟这个土完全没法比 对于这下面 这将来走一个基本都是空 而这黑棋都已经下来了 关于走完这个黑棋肯定立一个 其实这棋 白棋并没有好特别多 木树上也没有好特别多 黑棋这里吃了十几木棋 将近小二十木 这里基本空也都围住了 这个棋还胜负很漫长 可能是白棋稍好 但好的并不明显 实际上我觉得是 我决定是当时拼一下 这不斑 看黑棋能不能退了 黑棋如果不退了这个段以后 我感觉是白棋稍稍有力的变化 但实际上还是很复杂 如果能退浪的话 那这棋白棋确实 比这个单跳要好很多 于清全经过了一个刑事判断以后 决定这棋确实没有办法退浪 只能大家都拼了 战斗进一步升级 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变化的 只能这一条路上 吃 走这 白棋现在不能着急杀 白棋如果只能 这是着急杀的话 这里一旦被黑棋冲断 一旦杀死了被黑棋冲断 白棋棋并没有止口气 鲜肠气 考验你杀不杀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小尖一个 这黑棋随时随地要防着白棋这里 白棋这基本上 首先这里白棋尖是先手 这一虎 这里面有半个眼 因为黑棋这要补刺 非得被跑先手以后整块不活 这里有半个眼 这里要把白棋杀到一个半眼以内 对黑棋来说还是有难度的 黑棋考虑一下靠这个 战斗依然很激烈 黑棋随时要提防着白棋 把这个跑出来 这跑出来 这也有一个杀棋 同时要提防白棋 跑完这个杀这一块 但白棋也不能 尽管头绪很多 紫筷子都可以杀 但白棋也不能到处都杀 一定要下得很谨慎 毕竟白棋只有这块 如果死了都完了 而且棋也并不是特别宽 半个点是好奇 然后可以先入一床以后 暂时 在这个局部黑棋封不住白棋 尖 冲 这一代共事渐渐跳 当时刚想松一口气 觉得这次基本上没问题 但发现这次还是依然很复杂 对局的时候感觉 沾 我觉得接下来黑棋 这部尖可能有点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拐 尖完以后白棋一沾 首先白棋气特别长 白棋气一沾以后 黑棋这几个子 因为白棋基本上 这里都有先手 这个基本上都有先手 非得这里白棋一跑 黑棋有点吃不消 这边跑出来有点吃不消 只能硬扛 这两边确实特别危险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接下来如果走这白棋肯定跑 如果走这白棋跳 黑棋这两块只 只要白棋气一沾就有点危险 更主要是黑棋这里自身 白棋这一挖 黑棋已经扛不住了 实际上黑棋先顶一下 白棋走这个 依然发现白棋有挖的手段 这一挖几乎 只要这里有个子的话 这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黑棋肯定要死 所以想一下 无奈这样自补一个 先将来 自补以后白棋先走这个 制造头绪走这个 这时其实白棋就渐渐已经看清了 首先这里其实杀一杀 露死水手就已经很难说 白棋因为气很长 有十几口气 气很长 更主要是白棋可以先虎这个 虎完黑棋这里的局部 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比如说黑棋如果现在 要自补在这里的话 那这个图这肯定白棋不行 黑棋不行 白棋跑 黑棋拐 白棋就是冷静一粒 黑棋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的话被白棋这一搬 这块全死了肯定不行 黑棋只能先把这个吃 那白棋再把这个跳 这个刚才又不能铜绕鱼 等于白棋又把这里跑了一手棋 又得多走到一步棋 这个一走的话 基本上这两块死一块 根本没有办法和这个杀 所以这棋黑棋只能走这个 跟在这里选择 左上角成为全盘最后一站的地方 但这里 当时这里白棋已经看清了 走这个贴下 黑棋搬 这是就涉及到一个手筋的问题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棋还真不一定 被黑棋一爬 这个白棋气大姐 白棋单搬是好棋 因为有了这个字 单搬是好棋 黑棋如果断吃 白棋长 这个因为真子不利 黑棋就难以为棋 又要补这棋 又要把这个给杀了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走这边一贴 这肯定不行 实际上黑棋只能吃这个 白棋粘少 黑棋加这个的话 这棋显然不够 这白棋即使形成打结 这个白棋搬一个或者断一个 搬一个形成打结 这个黑棋也已经不行了 黑棋只能沾这个 沾这个从局部上讲 白棋还有点困难 局部上最好的是跳这个 但这是白棋有这个断的好奇 断是先手 刚才我们讲如果打结的话 白棋在外面随便走两个 这里随便这里走两个 对于黑棋来说 黑棋找结白棋几乎就是万结不硬 这因为吃了实在太大 所以黑棋没办法只能团这个 被白棋一贴 这就难以为继 黑棋接下来要走的话 只能立 白棋走 黑棋连 黑棋连上和白棋这一点 两者必得棋 而局部来说 这四个子已经是 只能先自补 这个白棋可以走成一个刀八五 这杀棋根本没法杀 所以贴到这个时候 黑棋选择了认输 也凭借着这盘棋的胜利吧 我们以4比2 上海队以4比2 战胜辽宁队 获得了这次比赛的 中国自贸区被业余维棋 团体赛的冠军 应该说 这盘棋还是下的非常精彩 也给我们很多的借鉴 也是现在AI时代的一种 棋的一种潮流吧 无论从点33的一些具体招法 还是中央模样 事与地转化的一些理解和概念 都是一种崭新的一种思路吧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